而現在國際的疫情肆虐 正當各國都在呼籲施打疫苗 來提升保護力的同時 在巴西的聖保羅州 今天就開打了兒童的COVID-19疫苗 而其中一位八歲原住民孩童大衛 就成為巴西第一位接種疫苗的兒童 這位八歲巴西孩童大衛 是當地的夏凡特族原住民 也是今天成為巴西地位接種COVID-19 疫苗的兒童 而這次大衛接種的是瑞輝BNT疫苗 而為了提高兒童的保護力 巴西聖保羅各城鎮 包括首府都將在下週一開始 正式展開兒童疫苗的接種 將針對五到十一歲兒童 以優先次序開打疫苗 而第一階段會針對原住民 非洲移民後裔社區和患有合併症 或身心障礙的兒童進行施打 再次廣告 再次廣告